居然很鲜,我没有这样的吃过 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已经是可以在我心目中的Top 3了 Hi,你好,我是阿金,欢迎欢迎来到频道 我来到巴杜巴哈之前,我就有做一些网络搜索 就有看到这里巴杜巴哈有一家非常特别的咖啡厅 这家咖啡厅的特别之处就是他们不管是餐桌、椅子 或者是他们的设计方面,全部都是萤幕作为设计的 因此这家咖啡厅的名字被取名为木之屋 这里一开门的时候呢,你就会闻到很浓的木的香味 而且它整个设计风格其实会有一点偏向日本风 我们现在来开始试吃我们今天点的餐点 它选择还蛮多的 还有日本餐,有中餐,有西餐,还有娘惹餐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试去看看这个已经迫不及待了 因为它来的时候已经很香了 还有那些虾,就是很多附的海鲜 重点是我觉得它的每一个餐点 就是它的摆盘都很特别 这个是一个船来的,你们看到吗? 嗯,这盐菜 它的汤汁其实海鲜味很够 配这个肉酥吃超赞 因为肉酥有点鲜鲜的 搭配那个拉面就是刚好 而且它一分可以两个好吃我觉得 会有一点点辣 可是讲真的它的汤汁是很香很甜的 我喜欢它的汤 因为我觉得拉面啊 最重要就是它的汤汁 这个真的是很好吃 诶,我很推荐这个 它的汤够甜,我很喜欢 你看它的这个,超棒 就是它给我们的料,它不是小气的 就是它的桥很大个 然后它这个也是很大个 而且它有放一点点的芝麻 就会像那个芝麻香味 正啊 再来一碗啊 哇,很香 现在睡了几天不在 就到我的Linda时间 吃的好吃 因为我吃米果然我是很挑剔的 不是比一个米果然我都会觉得喜欢 但是这个米果然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味道 可能是它Samba的关系 而且它虾也是大脂的 又新鲜 而且它的面条不会很像很绵的 而且它的面条会很过熟 对对对 这个是刚才好 就是觉得有这样子的环境 这样子的餐间 是真的 很适合来get everything 他们知道你们其实除了那里可以聚会之外 如果你要办 birthday party 什么也是很高便的 因为它很多厢房 如果你要跟他们做 birthday celebration的话 是他们会帮你做一点Linda 你看我一直在吃啊 看Linda一直吃你就知道很好吃了 真的很好吃 我的菜 我们一吃过就点了三种不同的面 意大利啦 法来西亚 日本啦 Agrill Oreos 讲真的在每间cafe 是最多人点的一个 Astar 对,可是好不好吃是看师傅功夫 对 香哦 它的肉很香 Agrill Oreos都会有一点微微辣的 起吃 你要配6次 这个肉的咸味 比较可以搭到这个面 我觉得它的面的那个 硬软度刚刚好 口感是真的 这个很重要真的 因为我们一般上去自己煮的话 自己煮的不太会这样拿捏 那个硬软度刚刚好 不会太绵 也不会太硬 刚刚好 重点是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有虾 而且它很贴心 是已经剥好壳的 真的 有没有发现吗 有 因为两着辣 我们很多女生 辣 去外面的最讨厌吃下 就是因为我不想 辣老板 叫不对 这个不一样 它已经包好给我的 其实还会有点辣辣 如果你喜欢吃辣的话 你会喜欢 真的辣辣 然后会带回来的 其实这一系列是他们最近 刚刚推出的 因为之前没有这样多选择 但是现在的话 新推出的 然后我们就赶客过来吃 哈哈哈 那个黄梨的味也太浓厚 这个黄梨炒饭还有配那个摇果 然后它是比较属于 类似素菜炒饭这样的 可是它有黄梨的香味 然后虽然它的炒饭呢 它不会软绵绵的 颗粒感很重 对 我觉得炒饭最重要就是 那个饭的颗粒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放隔夜的饭 炒出来的饭会更好 而且黄梨很甜 黄梨的香气很重 我们现在终于吃 西餐了 对 这是什么东西 它有点像 葱姜 它是马铃薯 是马铃薯 对 有放一点那个pasta 和葱姜酱 哇 超棒 我喜欢吃马铃薯 今天就梦寐以求 我先讲一下这个toast sauce 因为一般上我们全面吃粽泡 它很少会把马铃薯另外样子弄 它通常是马铃薯泥就是马铃薯 对对对 但是这个 还有另外加起司 然后加那个好像类似 番茄酱 奶烤 有点像披萨上面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很香 我没有这样吃过 哇 幸福的味道 还有你最爱很苦 全部是你最爱咧 集合我的最爱就对了 我们要吃看它的鸡 鸡 鸡牌吗 重点是鸡 我们已经被马铃薯吸引过去了 我喜欢它的皮 它有脆脆的感觉 你看看 但是它的味道 可能大了一点 你要沾这个酱 它这个是 黑胡椒酱 它的黑胡椒 跟一般的黑胡椒 比较不太一样 我觉得 因为它比较偏甜一点点 然后这个感觉是它另外特制的 然后这个感觉是它另外特制的 我自己本身啊 我是不太喜欢吃胡椒嘛 外面的胡椒 可能太浓了 所以我不喜欢 可是这个的话 它这个其实胡椒味没有很浓 我是可以接受的 哇 我们的主角登场 我们现在要试它们的重头戏 我跟你们讲 它们这个东西是多特别 因为你讲明了 它们其实很多摆盘的 都是用木的 然后这个是 我们点的炸鸡翅 你知道我一刚开始 在看制作的时候 哇 这个会不会太可爱了 结果它的类型 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比想像是这么大 我以为是比较小的 对对对对 结果你看 它可以挡着我的脸了 对 而且那个鸡翅也超大的 哪 很cute anyway 而且它有这个狗狗 刚才那个水肉就这样 起来一次 我们先试试看原味先 不要沾任它这样 大家来问你就觉得很香了 而且它是很juicy的 对啊 我一咬的时候 它那个水就这样流 流下来了 有吗 很香啊 香啊 哇 我觉得 我可以用沾汁 我也会很喜欢 对对对 它的鸡肉很滑 又很多汁 诶 这个我觉得啦 这边真的是一定要点 它除了特别之外 它是好吃的 因为有些东西特别美 拍照罢了 可是不好吃 但是这个 是好吃的 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这已经是可以在我心目中的 top3啊 对啊 我们可能外面平时吃了炸鸡翅啊 还蛮小的 诶 这个很大 这个算是很大 所以它刚来的时候我先到 你们已经清不下了 我坚持 我们把它吃完 我们再分享其他的 哈哈哈哈 我们点了一个就是 大部分人来都会点的一个叫做 炙烧鰂鱼奇事卷 这个算是他们的招牌 就是你近看还蛮漂亮的 它那个 很漂亮的 鱼蛋很美 哎呦 妈呀 它还有那个鱼蛋 啵啵啵啵啵 对对对对 我是喜欢这种感觉 而且它起司很提味耶 它里面的料喔 蛮多的 还有包 黄瓜 蟹肉 鸡蛋 还蛮丰富的 而且它的味道掺杂起来 又不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好吃 我相信 Migand Bicentum 会有第二个味 哈哈哈 我们虽然想说 刚才吃了很多正常啦 但是呢 其实还是会想要点一下甜点的 第一层它比较是那种水果的 第二层呢 它就会有冰淇淋 还有一个熔岩巧克力 第三层呢 就比较是那种 sandwich 然后塔雷 还有提拉米丝 我已经透过期待了 清晴了就很吸引了 我们来试试看 然后最爱是巧克力口味的 任何东西 真的 它的巧克力是不会太甜的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不喜欢吃熔岩巧克力 就是因为它会过甜 就是因为它有熔岩巧克力的关系呢 所以其实你在order的时候 它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烘它的 对 需要一点时间去制作啦 所以大家要耐心等待 就是熔岩巧克力 它会有点带苦嘛 在吃了冰淇淋 它就带一点甜 这幸福 除了熔岩巧克力之外呢 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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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吸引我的 就是这个小东西 哈哈哈 它是外皮有点毛毛的感觉 误误的 可以你们看 很可爱耶 就是很美 它有海绵蛋糕 然后它里面还会有 草莓 这个应该是草莓口味的蛋糕 下面这边呢也是会有一些 巧克力塔啊 还有 草莓塔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 跟姐妹一起来啊 真的是非常适合点这个 贵妇下午茶 我觉得是 可以一边聊天 一边吃甜点 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内容还蛮丰富的 它就有从甜点啊到吃饱 就是sandwich啊 然后再搭一壶水果茶 对啊 我还蛮喜欢的 因为它的白香果的味道很重 很解渴 然后它的茶楼在那边呢 嗯 是脆脆的 哎它的茶皮好吃 它的茶皮不会太厚 刚刚好 因为我们今天呢 其实在木子屋吃完早餐之后啦 我们就会直接回各自的家乡 然后就会回KL 这一次是特别安排过来巴都巴哈的 因为我们从网络上呢 就有看到一些巴都巴哈的资讯啊 因为我觉得很多地点还蛮吸引的 所以我们就特别安排过来 这里来一个三天两月的行程这样子 巴都巴哈呢 其实是我第一次过来这边 我觉得它其实会是我 最喜欢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我觉得KL啦 我在我们去上班 有什么真的非常的塞车 工作时间可能没有太长 但是我因为塞车 我就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这边的话 我们去一个景点 去那个景点的 它的地点不会太远 就是很靠近 而且也靠近我们的民宿 很喜欢这一点 就是不会太繁忙 我觉得是一个很适合来休闲的地方 可能三天两月 嗯嗯 两天一夜觉得都OK 不一定只是半日游 半日游就太长处了 而且这里的人也很开心 真的真的 它里面真的非常的好 我之前还没有来巴都巴哈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看到这一家店了 我觉得这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 可以来巴都巴哈的话 我现在可以来到这一家 结果我这一次真的是过来的 哈哈哈 虽然讲说它们营业了大概 四五年有吧 四五年左右 但是它们的东西是一次在进入的 如果你是自己本身很喜欢木质的任何东西 家具啊 或者是只要是木的东西你都会喜欢的话呢 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这个地方 那这次的影片分享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接下来小铃铛 想要这种最新消息呢 可以去到我的粉丝专页按赞 还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好好吃的巧克力塔呀 这个东西叫我下酒菜 下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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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酒菜